社區疫情風險擴大 亞東醫院確診護理師 驗出是高傳染性的 Omicron變異株 護理師回家後 又傳染給五歲兒子 南童1月16號匡列時 原本還採檢陰性 沒想到兩天之後就發燒 再採檢陽性確診 CT值20 但恐怖的是 護理師感染源頭 還是找不到 是跟我們其他本土的 Omicron的個案的病毒 序列都不一樣 排除跟本土群序的關聯性 但重點是 這確診的護理師 根本沒有在專責病房 照顧歐美Omicron患者 他工作的病房 甚至和專責病房不同樓層 有專家懷疑 恐怕是院內交叉感染 而且已經好緊迫 我猜是真正照顧新冠的員工 他曾經有過感染 然後他在直接間接往下傳 轉轉傳到這位護理師的身上 所謂的隱形傳染鏈發生了 但也有專家認為 院內感染的可能性不高 最恐怖的結果反而是社區感染 地理位置也有點分散 所以代表這個可能也傳一點時間了 從護理師新竹一家四口 到機場防疫人員 甚至防疫司機 通通找不到感染源 專家砲轟 恐怖的隱形傳播鏈 將把疫情帶上高榜 這些沒有症狀的或輕症的 根本沒有被驗出來 銀行啊 吸體這一條線 根本也都還漏一大堆 醫院狂篩五千人還找不到源頭 新北打算擴大篩檢找染源 這隱形的敵人如果揪不出來 就怕全台將遍地烽火 記者張昭鵬 陳怡柔開播報導